HELLO 大家好,我是AKY 目前我所在的位置就是 冬奧的粉鳥林漁港的 現在是這邊是停車場 那現在我正前往漁港的U型灣過去 U型灣就是冬奧秘境的地方 那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過冬奧秘境 對,它就是一處被那個天然礁石啊 還有小波塊圍起來的歷史攤 那因為就是被圍起來了 沒有所謂像一般熱門景點有那個指示牌 或是告示牌說 你要往哪個方向 沒有 所以你要進去的話 連一個正常的路都沒有 所以要到裡面去 你要花一點小小的力氣 對,那我們現在一步一步就往秘境過去 還有冬奧地理位置是在 在宜蘭蘇澳還要在下面一點 所以要到這裡來的話 建議是開車 那如果你要騎車的話 要注意安全 因為蘇花公路這一段非常多的大型車 東奧有一個火車站 不過火車站到這裡還有一大段距離 像如果你喜歡騎單車的話 你也可以坐到東奧站下車 然後再騎過來 因為我這一路上看到還蠻多的那個單車騎士 一個隊伍騎到這邊來 那也有很多的重機的車隊 都是騎到這邊 那來走走逛逛吹吹吹海風這樣子 我們也差不多走到底了 那你可以看到上面還蠻多人在等著下來 那我們就等一下吧 如果你今天要到秘境的話 你就是要爬這一段 那這一段 可能比較不好走 不見 所以來的時候 比較不建議 穿高跟鞋 或是有跟的鞋子 所以盡量穿布鞋 對 那爬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好 那我們爬上來之後 我們就要往那個歷史灘過去 那我們到秘境有兩個 兩條路可以選擇 一條是往上面爬過去 那另一則就是往下面鑽過去 可以看到下面有個洞 那我往上爬上去給大家看一下 有點不好爬 這是往上爬的部分 不過比較危險性 我比較不建議往上爬 那可以的話請往下鑽 就下面這個 可以看到從畫面上 就可以看到 大家是從那個削破塊的縫隙這樣 鑽過去 那等等我就也鑽過去給大家看一下 我看人家這樣你不覺得 蛤 我看人家這樣你不覺得 蛤 妳是他們為什麼要想 為什麼不把它弄 不知道為什麼不把它弄掉 你不小心把它弄掉 你是不是很像這樣爬 你怎麼這麼難爬 蛤 你怎麼這樣爬 蛤 你怎麼這樣爬 他剛剛這樣走著 你那邊可以啊 不是你 對 有點不好走 我再把這樣上來啊 進來的時候請小心 因為裡面很窄 很容易撞到 好我們爬出來了 稍找我第一次爬的時候啊 就是從那個小小洞口 一出來那個感覺很棒 真的真的 你有機會的話就是 來來爬爬看 然後那個小小洞口這樣一出來 然後一望無際那海闊天空的那感覺 你可以來體驗一下 體會一下 你可以找一塊陰影處坐著 然後聽那個海浪的聲音 還有這邊的海風非常的涼 你就坐著 那等等我再帶你們 去逛一下漁港的周邊 除了U型灣之外啦 如果說你還有時間的話 就到漁港的附近周圍走走逛逛 然後這邊景色非常漂亮 因為後面是山 那前面是海 那基於就是地質的關係啦 就是有別於我們西岸的就是沙灘那種地貌 完全不一樣 那這邊就是斷崖啊 很多礁石啊 那沙灘就是都是比較是那種石頭型的 來這裡請吃飽再來 因為這邊沒有任何一家商店 那也不要以為這是漁港就有海產店 沒有 對所以可以的話就是在東奧鎮的那個 唯一的全家便利商店 買好東西再過來 好大概是這樣子 那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給我 那這個影片覺得不錯的話 就點個讚 那如果覺得有幫助到你的話 真的很棒的話 就訂閱吧 謝謝掰掰 謝謝